哈尔滨首轮全员核酸检测检出出筛阳性感染者一人 今启动第二轮检测 哈尔滨12月4日电4日 哈尔滨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 发布第42号公告 该市完成6个主城区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 检出出筛阳性感染者一人 未进一步及时发现和控制传染源 哈尔滨市指挥部决定于12月4日8时 启动6区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哈尔滨市道里 道外 南港 乡房 平房 松北区等区域内全部人员 均需进行第二轮核酸检测筛查 确保应检进检 不漏一户 不问一人 民众按照社区通知的时间段 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及时前往采样点进行核酸检测 检测时 请主动出示龙江健康码等信息 全程规范佩戴口罩 不插队 不交谈 不聚集 与他人保持一米以上间隔 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 有序完成扫码 登记 采样等工作流程 在等待核酸检测结果期间 民众自觉居家 非必要不外出 不聚集 不聚会 不聚餐 会确保核酸检测全覆盖 无遗漏 将对核酸检测实行龙江健康码赴码管理 未按疫情防控要求 进行核酸检测的人员龙江健康码将会调整为黄码 待完成检测且结果为阴性后 龙江健康码会调整为绿码 会集中力量做好全员核酸筛查工作 迅速切断疫情传播源头 开展全员核酸检测的区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暂停